自逃 然而你的金丹已失 不可复归了 男人名叫赵公 自幼喜爱练功修道 严施作对 直到一日 家中突闯入一名女子 此女子唇红齿白 伶俐乖巧 声称自己是夫人买来伺候赵公的 妾叫子桃 子桃 老爷 有事只管丰富 子桃不懂事 还望老爷多多调教 赵公虽是修道之人 但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一来二去 两人的感情就得到了生化 要说这子桃不但人长得俊俏 而且赵公的吃穿住行 那也是伺候得很到位 赵公之感慨 今生得此妻 福福何求啊 但时间一长 赵公就发现问题了 这小丫头不仅精力旺盛 而且还随叫随道 这日赵公随口叫了一声子桃 竟然从东乡房和西乡房 各走出了一个子桃 两个子桃相互对视一下 瞬间就消失了一个 吓得赵公直接贪婪在座 留下的子桃赶紧上前安抚 说是为了尽快伺候赵公 所以才使了分身术 赵公见其楚楚动人 也就没有再深究下去 春暖花开 生机昂然 赵公走在山间小路正在散步 突然一个道长拦住了他 并告知赵公 几百年前他们曾是道友 此时的他本该得到成仙了 怎奈金丹被狐妖夺取 毁了道行 不仅不能再成仙 而且还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赵公深知 道长所说的狐妖 肯定就是家中的娇妻子桃了 赵公喃喃自语 我爱你如命 你却要害我命 于是便请到张家中做法 准备降服了子桃 道长设谈施法 一声大喝 顿时 电闪雷鸣 狂风打坐 紧接着便出现了几十个子桃 他们长相仪态 穿着打扮 都完全一模一样 道长命真子桃出来 只见他们面面相聚 答约 并没有真子桃 最先叫子桃的 出来 其中一个炸了出来 并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子桃 道长怒斥道 你既已盗取了赵公的金丹 又为何呼朋引泪 破了他的导航 只见紫桃如是回答 赵公生前修炼五百年之余 官员坚固 非耕翻蝶取不能对 然而赵公非平庸之辈 见众美女一起来 必会发觉是魅惑于他 断不堪呢 今是一路 怨散去 看着消失的紫桃 赵公气得咬牙切齿啊 道长安慰赵公 小人献媚 多人一同来 君子不宜上当 但一个小人抓住君子的弱点 投其所好 发动攻势 众小人在暗中相助 君子就不宜察觉了 最后道长告诫赵公 若你能从此清心寡欲 仍能做个九十岁老翁 随后 道长便飘然而去 赵公因为意志不坚 错失了成为神仙的机会 但后来赵公果然活了九十岁 如果有机会的话 得到成仙和投其所好的紫桃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 有趣的电影 记得告诉大牙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